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西藏 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而显得点灯祈愿文 当然他有发愿与唱颂 在唱颂请看109页第19行 愿与弥陀何为一 阿迪迦尊者的本尊是度母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但是他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当然今天我们唱的时候 是先唱愿以弥陀何为一 若是你有要师法会的话 可以改成愿以要师何为一 我观音何为一 地藏何为一 我释迦何为一 这是可以的 接下来看幻灯片 点灯能够透过观想发愿 点灯透过忏悔发愿 而可以满你释出世间的愿望 下面一张就是师父非常欢喜的 在尼泊尔满愿大佛塔 Bodhanata 我们点了十万盏油灯 然后大概将近用掉了 三万到五万的新币 一个晚上 然后是全台湾很多团体一起点灯的 所以点灯的这个仪轨 我想我不用重复 我只有一个要讲的 待会先念六支大明咒 Om Ma Ni Ben Mei Hong 请你点的时候 向你旁边 不用站起来 旁边跟往后面传 点的时候 请捧在你心间 然后开始发愿 然后接下来会捧着 念发愿文 最后是唱颂 唱的时候呢 有三遍 请看一百零九页 第十三行 Om Ben Za A Lu Ge A Hong 这叫神变咒 观想你点的灯 一盏变七盏 七盏变无量无边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最近 菲律宾也有大水 然后泰国也在抢救当中 所以这个地球上呢 是很多灾难的 也希望我们能够发愿 然后呢 减少众生的苦难 心的力量是很大的 最后一百一十页 Deya Ta Ben Za Jiya 阿瓦菩萨那耶素 这叫满愿咒 满愿的时候 请你向右旋转 看 师父的方向 跟你是相反的 老菩萨 你应该是向右 你的右边是哪一边 对 我当然是这样旋转嘛 你应该是这样转啊 对不对 不要紧张 你的右边哪一边 有些搞不清楚 你不要啊 你跟师父同个方向的话呢 刚好反方向 你都变来身边 外道去啦 这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点的时候呢 有人问我是 由下往上 还有理往外 都可以 你由下往上吧 对不对 由下往上旋转 代表圆圆满满 小心蜡烛不要打翻 对不对 还有人要这样 一二三 一二三 不要太紧张嘛 知道吗 好 现在 好 我开始念六字大名咒 请主席 还有一位深重 请不要讲话 然后我们先点 唱的时候 唱六字大名咒 请你唱的时候 很真心 很真诚 也开始观想 请和长 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 极开清记 一起念 南魔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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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 真实意 阿弥陀佛 请各位翻开 讲义一百零七页 昨天讲到 第二十五行 page 107 Lies is 25 就是昨天讲完 讲到这个段落 讲一切法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自信的显现 对不对 请看幻灯片 听说 昨天很多年 有听到 one million 非常的高兴 一直嗨到现在 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的 希望各位可以常常去思维 我们人对很多的东西 都很执着 有强烈的需求 有强烈的期待 所以你有强烈的占有 因此你很不容易放下 要放下必须要有智慧 要放下也要有功夫 所以我们佛经理常常很多高僧大德说 要看破跟放下 其实看破 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不学佛法 你是看不破的 要放下呢 要经过很长远的功夫 常常调伏你的心 当你的心 能够慢慢变柔软 而能够不守外境所动的时候呢 你才能放得下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起起伏伏 英文讲 所以但是呢 要常常鼓励自己 不要放弃 好 接下来 请翻开 昨天给各位听的音乐 就是烦恼寄菩提 请翻开112页 昨天呢 给各位听了一遍 好 那因为我昨天只讲了一半 我会继续讲 把这个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看 秉实 理静如来 广度众生 那经文并不难 就可以讲完 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 好 现在请看一百一十二页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 part 4跟part 5 师傅要准备这个音乐呢 因为我发现华人啊 虽然很虔诚学佛法 但是呢 心绷得很紧 当然绷得很紧 并不是代表说 你就要放异 看这里 师傅的念珠 你的心绷得太紧了 工作 家庭啊 生活啊 对不对 你绷得很紧 所以 容易断掉的 那在南传 严格说是不可以听音乐的 在北传 透过唱战 反拜 像华严经 法华经 所有的佛弟子 用泛音 赞叹佛的音声 这是很好的 在金刚圣里面 有唱灭乐日巴的正道歌 甚至唱到会手足舞蹈的 但是这样的唱歌 跟一般唱歌不一样 一般唱歌的心是放逸的 放逸你的心就是散乱 但是唱佛曲的话 可以让你的心稍微放松 因为放松 反而容易比较容易开悟 这是为什么我要教这个歌曲的 师傅呢 没事我不会来跟你讲 I will follow you Yeah 我不是来做歌星的 但是我教你唱这个歌 它有很深的佛法 所以希望你用欢喜心 放轻松 然后先听烦恼济菩提 然后先听一遍 第二遍的时候 请你大声唱 然后呢 我就会解释 可以吗 昨天有听过一遍 这是台湾一个莲友唱的 先听一遍 在这里的这里是哪里啊 菩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里 菩提在哪里 若无所住烦恼即菩提 若有所住菩提即烦恼 第二个问 痛苦在哪里 痛苦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 若无所住痛苦即菩提 若有所住菩提即痛苦 第三个问 你的无名在哪里 你想在哪里是在头呢 还是在心脏 还是你的屁股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梦里 若无所住无名即菩提 若有所住无名即菩提 请准备大声唱 不要害怕 唱一唱搞不好你会开悟的 nam obviously 如果一想到跟婧 佩提 卢有所住无 lágam ma 我无所住无 middleeb 洞窟在哪里 菩提在哪里 我有做出洞窟的菩提 我有做出菩提的洞窟 第三我们常常发无名火 请问无名在哪里啊 无名在哪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 在这里 在你的无名地 若有做出无名的菩提 若有做出菩提的无名 这就是禅宗讲的烦恼即菩提 各位唱得好 掌声鼓励一下吧 我现在要解释 请专心听 请看第一段 烦恼在哪里 我们常常觉得很烦 哎呀今天非常的烦 这个也不顺利 那个也很苦恼 请问烦恼在哪里 从禅宗的角度来讲 会问你师父会问你徒弟 把烦恼拿给我看 这个意思是告诉你 你真的去找啊 其实是烦恼啊 是庸人自扰 其实没有烦恼 这是从开悟的角度说的 你会说 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我一出进名佛学社 还是很苦恼 没错 那表示你无量节的烦恼习气 像大海一般 你没有去修界定会 所以你的心被烦恼牵着跑 在这里在这里在你的心里 请问在这里 假如我以儿童佛学下令营的话 我可能要考小朋友 在这里是在哪里 在你的头吗 brain 还是在你的心 heart 还是在中间 your mind 还是在你的屁股里 我上次教小朋友 小朋友跟我说 在这里在这里 因为他屁股很痛 烦恼在屁股 可见 你的心是随着你的感受而去说的 其实在这里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注意听 这里的心 不是科学讲的 心脏 不是 是在你的心的感受 我们佛法讲心意识 你坐在这边 你会感觉冷气开的 你很舒服 刚才点灯的时候 有人很感动流眼泪 你为什么会感动 因为你有心 心虽然很抽象 看不到 但是它是广大无边的 佛法伟大的地方 就是要告诉你 调伏你的心 第二个 看着幻灯片 烦恼的相对 就是菩提 请问佛陀觉悟 无上的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菩提心 无上菩提 在哪里啊 不在外面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烦恼里面 里面 就有一颗菩提心 知道吗 就好像举个例子 你们喜欢吃粽子 粽子里面 会包很多 对不对 粽子外面 有糯米米 包到最后 你终于咬到香菇了 请问香菇在哪里 在粽子里面啊 你若不把一层一层一层的皮 剥掉 一层一层的米 剥开 你看不到香菇 这是一个比喻 菩提实际上在哪里 也在你的心里 但是你在轮回的时候 菩提完全不见了 比如说你当小狗 小猫 或者你动入到畜生道 或变恶鬼道的时候 你是身心全部都很痛苦 你是忘记了菩提 那哪时候菩提才会生起呢 听闻佛法 修界定会 你身心觉得震动的时候 哇 就像粽子里面 看到了有香菇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比喻 请问菩提在哪里 在你的烦恼里 接下来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若无所住 假如你对一切东西都不执着 注意听 不执着并不代表没有责任 举一个例子 我是商业经社的住持 我作为住持就有我的责任 你不能说责任叫执着 错 你理解错了 有很多人说 哎呀不要执着了 我明天呢 老婆不要执着 我就不做工 你去做工吧 这叫不负责任 不执着 不可以解释为不负责任 所以理解佛法的时候 要正确一点 不执着是指 我很认真的去做 但是我对于结果 好跟不好 我都不要有强烈的期待 就像昨天我讲的故事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结果在医院里面倒下去的是谁啊 医生 其实大家都很像医生 大家的心都有强烈的执着 对不对 可是你那个老人家 昨天他得了癌症 对不对 有得奖跟没有得奖 有中奖跟没有得奖 对他来讲 他没有强烈的需求 注意听 没有强烈的需求 并不代表你没有愿力 这里是讲你没有强烈的执着 占有跟期待 那你呢 烦恼就会转变为菩提 你就会生起智慧的光明 假如你很执着 很斤斤计较 因为讲very critical very sensitive in the negative way 就是很敏感 然后呢 你又很执着的话 那什么东西 你都会不高兴的 现在我发觉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partner 动不动就离婚呢 答案跟我说 我们个性不合 可是你想想 其实是你太情绪化了 你太会批判别人 得理不饶人 还有呢 你太敏锐了 你连对你的家人 你的partner跟小孩 半夜都要check他的sms 有没有外遇 有没有美女送照片 辣妹来 你看 你对别人根本都不相信 你用错了地方了 所以当你很执着的时候 你也会幻想 哎哟 有鬼啊 要来杀我 甚至呢 你来跟师父谈话 师父请你喝水呢 你会说 诶师父 举个例子 我表演给你看 我曾经遇过一个莲友 师父拿水给他喝 他夏天很热 然后呢 因为呢 这个 不是很好 所以我转过头来 帮他加一点水 我拿给他 他竟然跟我讲 师父你里面下毒啊 我说 阿弥陀佛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只是想 这个水太烫了 现在很烧 天日的 我帮你加一点冷开水 我放在面前 你都会想 我是下毒 答案是呢 那个毒是来自他的 幻想跟恐惧 了解吗 所以 人类有很多的问题 追逐你的心呢 很情绪化 英文讲 very emotional very critical and very sensitive in the negative way 请背下来 这是人类现在的三个很大烦恼 我观察到 就是太情绪化 太批判性很强 还有呢 非常的 敏感 而且是负面的敏感 这样的话 人与人相处啊 是很痛苦的 甚至呢 有一天你都会怀疑你的师父 对不对 师父你为人对别人好 对我就不好 对不对 这些都是你的烦恼 为什么 因为你有强烈的执着 所以经文请看幻灯片 若有所住 菩提心啊 也会变成烦恼心啊 所以菩提跟烦恼 是同一个心显现的 一个是正面的功能显现 一个是负面功能的显现 请看下面 请问痛苦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你会觉得心很痛苦 是因为你的心 曾经造过 违反五戒十善的恶业 那个恶业 像呢 这个 黑暗的这个烟一样 盖住了你 所以你觉得很痛苦 所以 要忏悔业障 要求佛力跟法力的加持 因为当你痛苦升起的时候 你是没有看法 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的 你要仰仗佛菩萨的大悲愿力 靠呢 透过诵心 拜灿 然后修持这个法的力量 接下来再问 痛苦跟菩提 一样 菩提在哪里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痛苦里啊 请看幻灯片 为什么说痛苦里面有菩提呢 因为在痛苦里面 你才会升起大悲愿心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佛教徒呢 可能修行很多年 到晚年说 哎呀 师父 我很不幸了 我拜了三十年观世音菩萨 我还得了癌症啊 然后你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没有错 师父可以体谅你的心 一定非常的复杂 可是这也是你的业啊 那你就会问一百个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观世音菩萨没有来保佑我呢 答案有 观世音菩萨要保佑你 让你重抱而轻受 对不对 然后你到了医院呢 看到这里有断气的 不是 这里呢 有昏迷的 那里有插管子的 那里有断腿的 这个家人呢 没有来关心 哎呀 我却有师父 脸有来看我 我觉得我很感动 这时候因为苦 你会发起大悲愿心 所以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在十方佛国度里面 积的功德力最大呢 因为有苦难的地方 就有大悲观音菩萨的护念 所以你不要去躲 也不要去逃遍苦 当然痛苦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痛苦 你可能呢 失去了家人 你家人得到癌症 对不对 走也走不了 然后再加护病房 然后呢 你的生意被倒下来了 然后你遇到很多人事物的痛苦 没错 当下你真的会很苦 你可能会哭 你可能会放声 大哭 甚至呢 你会对生命 甚至学佛放弃 但是不要放弃自己 原谅自己 也原谅别人 苦当中 过了以后呢 当你回头看来的话 你知道吗 你会很感谢苦的 了解吗 师父这样讲 真的我也经历过 你不要看我只有45岁 我一生也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在家出家 我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到了佛们呢 还是会被人家嫉妒陷害 还有呢 跑到我师父面前去 说我的坏话的 有 很苦啊 所以你知道吗 你在我脸上 看不到岁月的伤痕啊 这是真的 为什么 法的力量 法的力量 洗涤了你的心 你要羞耻 要忏悔 没有成佛之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恶业 躲也躲不掉 我常常举 释迦摩尼佛 到了成佛的时候 在法华经里 提伯达多都会破坏他 你说难道佛陀没有羞耻吗 难道佛陀的智慧跟功德不够圆满吗 那他说 在磨练的当中 深深适适 提伯达多是我最好的善知识啊 若没有他这样磨我的话 我不会忍入精进 精进真上 佛陀不会这么快的成佛啊 所以当你苦的时候 人家骂你 陷害你 说你的八卦 甚至背叛你的确 你是人 It's natural 你会恨他 但是呢 念佛吧 忏悔吧 点灯吧 为他回向 当他的苦结束的时候呢 你回过头来 你反而会感谢他 因为他这样子 苦口婆心的在磨练你 所以你在修行的新的力量 你是在进步的 了解吗 所以若无所住痛苦 及菩提 若有所住菩提及痛苦 最后请问 无名在哪里 这里无名有几个意思 讲枝末无名 跟根本无名 其实我刚才善巧方便 是把这个无名解成现代化 你们最常发的 无名火 我们常常 一不如意 你就会发脾气 有无名火 请问 你今天 起贪真知的无名火 在哪里啊 在你的心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心里 菩提在哪里呢 在这里 在这里 在你的无名里 答案是你绝的时候 没有执着 无名即是菩提 当你迷的时候 有执着的时候 菩提即无名 所以这个歌曲呢 是非常有禅意的 希望各位可以好好去体会 好 那现在翻过来 一百零七页 好 我开始要讲 第十段 李静如来 在李静如来之前 好 我要补充一下 也看一下幻灯片 所以修行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这是我归纳的 好 经问你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我把它整理一下 Four steps of your practices 第一个 你听到了慈悲 听到师父讲 不是真的 一切万法都是暂时的 不是真的 这呢 你只停在 knowledge of concept 只是在知识跟概念的阶段 很好 比如说你也知道 现在是空啊 师父说不要执着是空 可是当老板骂你的时候啊 你实在忍不下去啊 你也会觉得很难空 你脑筋里知道空 可是你心里没办法接受 这是正常的 要慢慢来 还有人呢 我看到习气很重 他很爱面子 尤其是女众 当老板娘的呢 很在乎自己做生意的信誉 当人家跟他吵架的时候呢 哇 他非常的生气 他也是佛教徒 对不对 他说哎呀 对不对 人家怎么可以侮辱我呢 老娘决定跟他拼了 死仇不报 非君子 你看 你还是停在第一层 知识跟概念上 不是说你不懂佛法 而是呢 你还没办法超越你的心跟习性 你也知道说 我说话不要骗别人 可是呢 在这个社会有时候 你假假 我假假 就大家一起假 对不对 英文讲 white lie 善意的谎言 因为你觉得习惯骗别人了 骗久了呢 你觉得这一招也不错的 对不对 可是告诉你真话的时候 你却不相信 所以可见 你知道的佛法只是第一层 知识上跟这个概念上 讲呢 basically on the level of the knowledge of a concept 第二个 开始要去努力 透过禅修 或是思维 心理的觉受跟经验 mental experience 你心里会有感动 比如说你听佛法的时候 会有感动 哦 原来啊 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师父教你的观想也跟你讲 对啊 我从来这样没有想过 我一辈子出生就只想到自己 我也很少想到全新加坡的众生 也很少想到全球的众生 虽然你觉得South Africa的众生跟你没关 但是你也很少去想过 你要练习mental experience 任何宗教都有mental experience 当然你说感应也是其中的一种 但不用太炫耀 虽然在讲经理 大会里面 师父也会举很多真正修观原法门 而真实的例子鼓励你 但是不需要炫耀 但是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修持可以走上解脱的道路 成佛的道路 假如它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见过观世音菩萨呢 第三个请看正念与正知 Mindfulness and Awareness 这个通南传北传也藏传 在禅修里面 为什么叫你精心的时候要专注 吃饭的时候眼观鼻鼻观心 禅坐的时候要注意自己身的觉受 就是你提起正念跟正知 这样训练的时候 在你病痛的时候 在梦中的时候 乃至于在断气的时候 你都能提起正念正知 这个心是要训练的 最后你才会定入第四个阶段 请看Enlightenment 那简单的说 以中国禅宗的来讲 有初级中级跟高级的三个差别 比如说你说空 你刚开始知道 你说慈悲 你可能刚开始是经验 然后人家骂我的时候 有时候我能慈悲 有时候我还是不能慈悲 有时候不管顺境跟逆境 我的心还是很peaceful 保持慈悲 最难的是什么 当别人伤害你的家人的时候 你很难保持慈悲 举一个例子 我讲慈悲观 我也曾经问过我自己 假如现在 有一人突然冲进来 杀了我的母亲 或杀了我的父亲 我能原谅他吗 答案很难 除非是不是有神通 看到过去式的业力 假如我今天父母 真正死在那个人呢 是过去劝他的 那我才会心安 可是我们凡夫 只看到今生 没有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 对不对 今天假如你的父母 突然的被人家伤害了 那你一定是报警的 你一定呢 到法官呢 一定要告他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眼光 只看到今生 举个例子 安世高大师 他修行非常好 对不对 他呢 有一事呢 这一生呢 在过去是杀生 这一生呢 他就是变扁蛋打死的 他自己有神通的人呢 神通敌不过业力啊 所以你要想 慈悲的觉悟 你真正做得到嘛 慢慢来 甚至呢 你想想看 当别的国家 攻打我们 国家的人民的时候 你能原谅他嘛 不容易 对不对 就像琉璃王 三次要攻占释迦族啊 释迦牟尼佛也去欠他 但琉璃王就跟他讲 佛陀请离开 我从小被人家侮辱 跟流浪啊 我绝对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一定要杀释迦族啊 你看佛陀已经陷在他 前面三次了 他跟他讲 佛陀请你离开 我这辈子一定要攻占释迦族 最后佛陀说 那是过去的业力 因为释迦族曾经当海的渔夫 而所杀的鱼呢 就是琉璃王的人民啊 你看 连佛陀都没办法改变业力的 所以造恶业是很可怕的 同样的 当你讲空性 空性也有觉悟 初级的觉悟 初级的觉悟是什么呢 你看一切都不是真的 甚至你修到呢 你会看到墙壁呢 都是软软的 是透明的 对不对 听起来有点像大陆的奇异功能一般 对不对 但是的确它存在 第二个 有中级的觉悟 跟高级的觉悟 就是禅宗讲的初观 二观跟三观 所以希望大家佛法浩瀚如海 你要多生多劫的生命去学习的 好 接下来看佛陀 请看 佛陀讲南传的教法 教授四圣地 到了大乘 请看新加坡双灵寺的大殿 佛陀呢 他是大乘的造型 而为众生讲经说法 右边是阿南 加赦尊者 左边是阿南尊者 可是在西藏的图 探卡里面呢 西藏不是画加赦尊者 西藏是画阿南尊者 跟穆建连尊者 这是藏传佛教跟大乘 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乘 都是画阿南尊者 跟加赦尊者 接下来你看 香港大雨山 宝连禅寺的大殿 佛卫啊 说波尔波罗蜜的时候 他雕的是 尸体环音 跟大凤天王 到了你看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里面壁画佛画 大转法轮的时候 是由右边白色的菩萨 跟左边的菩萨 一个拿白色的法罗 一个拿黄色 金黄色的法轮 也就是帝释天 跟大凤天王 请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你看听听的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有声闻众 有菩萨众 有在家众 有出家众 所以 请看科判107页 现在师傅拿 一个沐浴在这边 你说这个沐浴空吗 对不对 这是韩国的沐浴 我真的在新加坡买的 韩国的沐浴 敲波尔心经 很好听 好 这个代表外境 师傅代表心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空性的教法 它有下面五个原因 第一个明了真相 我们常常不了解 内心跟外境 是相互影响的 举一个例子 冷气 你习惯在冷气房间住习惯的人 一没有冷气 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对不对 新加坡当然一年都是四季 很热 但老实说 师傅不太喜欢冷气 为什么 在我们台湾有很多窗户 我们有上面的窗户 下面的窗户 我们对窗户 投资很多 第一个有纱窗 第二个有窗帘 第三个有玻璃 空气流通是很重要 对不起 我没有批评的意思 师傅只是描述 我住的环境是这样 所以真正打坐 是不要在冷气房里面 可是新加坡没办法 因为没有冷气 你们受不了 你们习惯在有冷气房 那请问 Bodhi Gaia有没有冷气房 答案没有 所以很多灵友去了 都很辛苦 你回来就会生病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心习惯 依赖一个外在的环境 它会相互影响的 第二个 修行要控制内心 控制你内心的烦恼 与恶念 你才能够主宰你的生命 与命运 比方说 就像制造武器一般 你要制造武器 来保护你的心 就像呢 佛成佛的时候 魔王 对不对 拜万马君腾的这个 这个魔君来 佛陀入慈悲三昧啊 所有的箭 一射的时候 都化成为莲花 为什么 因为佛陀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对不对 假如你没有控制自己的心 外境一来的时候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 在初学佛里面告诉你讲 要远离恶友 要远离恶知识 要远离那些 会让你造沙盗淫望久的那些恶友 要先远离 不是不慈悲 举个例子 你每天来拜大杯菜 假如你不能远离 给浪很多的五欲六成的红尘诱惑的话 你还是会很痛苦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被外境所诱惑了 所以 为什么要持戒 为什么要忏悔 你要先远离 第三个阶段看 转化你的心念 常常以各种外境来调伏你的心 比如说 修忍辱波罗蜜 你为什么不能修忍辱 因为呢 外境都不顺你的心嘛 其实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不是很多东西都顺着你的 包含你的福德 因缘不够 包含你的业跟烦恼 不能够具足 所以 有时候 你会不能够顺你的心 所以 你要透过外境 来修自己 忍辱波罗蜜 比如说六度波罗蜜 举个例子 哪一种情况 你会生起不失心呢 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太太 在师父一生当中 我觉得我想过 什么东西会让我感动掉眼泪 就是在菜市场 我们台湾有菜市场 然后呢 有断手跟断腿 然后推着念佛机或阿弥陀佛 老公公老怕陀 然后在菜市场这样经过 我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流眼泪了 为什么 我在想 假如这个是我的妈妈 我一定抱她 放生大姑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 也有很多人会利用佛教的测饮之心 跟慈悲心 有诈骗集团会控制这些人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很苦了 他还是被人家控制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外境 你才会生起悲心啊 所以外境 还是有它 生起功德的效果 同样的忍辱 你没有人骂你 你怎么知道 你今天忍辱功夫好不好呢 所以假如你掌握到佛法修行的关键 老板骂你 笑笑 错了呢 就跟他道歉 你就改变 如果没有错 同事诬赖你 你就不要讲话 你就有忍的功德 我念一段经文给你听佛陀说的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所不能及 能行忍者 名为有力道仁 在四十二章经讲 不失持戒忍辱 忍辱的功德 比持戒还大 这是佛陀说的 所以金刚经 释迦摩尼佛做了五百事 忍辱先人啊 请问各位联友 我们勉励自己 我们忍了多少呢 其实我们忍的很少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不容易成佛 接下来 再看第四个 当你转化心念的时候 透过修行 界定会慢慢的慢慢的 第四个 你就会不受外境的干扰 你就会开展自心 所具无量的功效 像心念如如不动 所以金刚经讲 如如不动 其实那不是初学的功夫 那是非常非常深的功夫 你要先忍 忍是禅定的前方辩 假如你不能忍 你的心还是会动的 最后第五个 修空性是最根本的修持方法 修缘起性空的教法 你才能够断自己的烦恼 我为什么要补充这么多 因为在天上跟人间 是最适合修菩萨道 以及积无量的功德 以及学习空性的教法的 所以因此我常常说 不管你在修无量的法门 最后你要成佛之前 你会拜两个菩萨 一个就是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你看五台山 戴罗顶 文书施利菩萨 释迦牟尼佛在英地里面 也当过他的学生 他是教般若空性的教法 在藏传佛教里面 也有五方文书 蒋伯利菩萨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 在念经之前 对不起这边拉玛 他们藏文比较好 我们都会念 蒋伯尔许努巴拉 释迦牟 对不对 就是敬礼文书施利 妙童子 西藏人要念经之前 都要拜文书施利菩萨 因为没有智慧的话 你是看不懂经文 没有智慧的话 你也是没办法背很多经典的 你看这里有五方文书 代表五方佛的